我們把簡歷圖彎曲的概念講一下 二次剛剛看到一個二次 一次的觀念 簡歷圖是沿著長度方向分佈的橫向簡歷 長度方向分佈的橫向簡歷 跟集中載重支撐反力同上同下 正均部載重直線下降 或隨附均部載重直線上升 好像在繞口令 正均部載重直線下降 或隨附均部載重直線上升 等一下我們看圖好了 這是簡歷圖 那這是說正變化載重曲線下降 或隨附變化載重上升 要決定某一點的簡歷值 可以藉由截面法或方程式法決定它 描述它簡歷改變 等於載重圖下的面積 這是後來我們都用面積法的關係 那我們在這邊不再講面積 面積法在以前教過了 我們這邊教你怎麼樣寫函數出來 來看這個簡歷圖 後面會有一張 我們看彎具圖 彎具圖要看一下 這些都幫你判斷 將來你在畫簡歷彎具圖的時候 一些力氣 判斷它往下彎 往上彎 往上彎 往下彎 沿著長度方向分布的彎曲 彎曲 順時針往上跳躍 指外力作用 外彎具作用的時候 逆時針往下跳躍 這一點你要先弄清楚 什麼叫順時針逆時針 一支減之量 我今天在量的中間來講的話 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順時針 外彎具作用在終點好了 那 你又知道 那個順時針彎具向上跳躍 你的圖面在這邊會往上有個往上跳的 往上跳的一個 一個就是我們叫做Jump上來 那Jump上來就是這個圖形會有一個變化點 所以這是順時針彎具 所以這是順時針彎具 這是順時針彎具 逆時針就是往下降 彎具往下降 彎具往下降 那像這個題目如果你認真講 這是M嘛 那這個就是反例的話 你看一看看嘛 要這樣賺嘛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嘛 那這個就是如果這叫M的話 那這叫R A R A乘以L R A乘以L 等於M R A乘以L 要等於M 如果對B點Summation B等於你要等於M 所以R A就等於 M over L 那M over L的話你就知道他往下 玩簡歷圖就很快 你其實應該很快能夠畫出來 那 你從這樣來看 他往下 又按錯了 按到一個不該按的見 好M出於L的話 這上次有講過啦 我記得有啦 對不對 然後 M往下嘛 對不對 往上往下會造成這樣彎具嗎 往下的話 彎具產生是這樣嗎 負的 M over L 那彎具的話 值就是這樣嘛 你可以看到 這副彎具往這樣 往這樣嘛 可是他講了喔 這是一個順時針就往上跳 順時針往上跳躍 他彎具在這邊的時候就往上跳躍 這個是M L乘以二分之L 這邊就是二分之M 這個值上面就是二分之M 然後繼續再往下跳躍 所以彎具圖是這樣 OK 所以這圖型你要會簡單的去判斷 那正均部載重直線上升 或隨附均部載重彎具下降 好 這邊很抽象 等一下有圖讓你看 隨著正檢力圖上升 或負檢力圖下降 那兩點的差值就是兩點檢力圖 所為成的面 這個比較容易了解 好 這三項 我講解過 我們看這兩項跟前面檢力圖這兩項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圖 來 這個圖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邊叫做這個圖 右邊左邊這邊叫Loading Loading就是他承受的載重 是一個軍部 其中載重 其中載重 作用在量 他沒有講是不是終點 那我這是VL VR 這是左邊右支層 左支層的反力 那ML MR 這正檢力 這假設為正檢力 這只要正彎具而已 不是說上下上下怎麼樣 這就是正檢力正彎具 這正檢力正彎具 好 那你可以得到VL是往上 然後沒有外力0 P就往下降 然後又有外力沒有這樣 水平 這段距離是P 這邊下來就是VL 所以這個來講 你可以看到 DV over DX 0斜率 Zero slope 這一段他沒有斜率 所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各位看到這邊來講 是他的彎距 彎距圖的面積 Moment Diagram DM over DX 等於V 你就知道 Slope 就等於VL 這一段的斜率 就是等於VL 簡力圖的斜率就是等 那個彎具圖的斜率就等 簡力圖 那這一段就是VB 因為他都是往上 好 那再看這一個 這個剛剛講的 順針逆針 他這邊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沒有 他是Zero slope 他也是Zero slope 那他就會產生 你看他沒有簡力 那就是彎距 這樣 這樣叫順針往上跳躍 逆針往下跳躍 我還是一樣假設 左邊是正簡力正彎距 一樣 來 這個意思是說 這不是一根梁 這是梁的一段結出來的 好不好 你遇到 集中載重 遇到彎距 遇到軍部載重 遇到變軍部載重 斜率往上 我剛剛不是講 斜率往上什麼 我再解釋這幾段 你看 這一個 Omega0是軍部載重 那當你看到Omega0的時候 你看這邊是VL 這邊是VR 通常我VL往上走 軍部載重就會往下 減少 下來 VR往下 帶回來 所以這個簡力圖是這樣 沒有錯 可是你看到 這個VL到VR 斜率是負的 好 那斜率是負的Omega0 好 那我們再看 這邊來講 這叫 這叫positive Decreasing slope 那你看 他的彎距圖 就會變這樣 這邊是ML 往上升 然後他的slope 我剛剛不是講 簡力圖是往往下的時候 正向減的時候 那他的彎距圖就是這樣 往上slope VL 他的斜率 切點斜率就等於VL 那這邊的斜率呢 就等於VR 這都是正的 這兩個簡力都是正的 對這個量 這個session出來 這是正的 那知道 這是ML 你看 這是順針還逆針 順針往上跳 然後藉由這段的面積 這段面積 往上加這個斜率是VL 加到這邊什麼是MR 他也是往上跳 好 往下降 對不起 降下來 好 所以這一段就是在這一段也是這樣 所以當你發現軍部載重作用的時候 他的斜率是這樣的時候 簡力斜率是這樣的時候 他彎距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斜率 這同學稍微留意 這我們常常看到 減脂量承受 軍部載重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斜率 還記不記得 好 知道你們可能忘了 好沒關係 老師的動作就是要教各位回復 看到沒有這一段 有沒有 軍部載重是這樣下來的時候 他彎距就是這樣 注意他這一段是這樣 這是正的簡力的時候 他正就正彎距 那當他負簡力的時候 就往下跑了 好 有沒有看到這一段 所以現在在介紹說 這個彎距圖形的時候 簡力圖形是這樣的時候 彎距會怎麼彎 有同學問說老師為什麼這個圖形是向上凹 還是這是向下凹嗎 還是向上凹 是這樣去判斷 好不好 這邊有點難喔 你要慢慢的去思維 回去要一看再看 如果你只有聽一下就會懂 你搞不好聽到就睡著了 OK好 來 跟各位講 有時候 這個圖 這個有些東西 是 這是RCE本裡面 書本裡面 很重要的精華把它摘下來 教各位看 來 那這是軍部載重 這是變軍部載重 那注意喔 斜率是往上 一樣 我結一小段出來看的時候 這是正簡力正彎距 正簡力正彎距 那你看喔 正簡力一樣往上跑 可是他斜率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變負的斜率了喔 好 負的斜率了喔 所以VLO往上的時候 你看喔 他這邊就 因為他慢慢的減嘛 越減越多嘛 減下來 你看他斜率是負的 好 軍部載重往下斜率一定變負了 懂不懂 何況是變軍部載重 越變越多 他就越減越大 懂不懂 這樣看吧 好不好 那一樣我們看這一個 這個軍部載重是越減越少 有沒有 這是越減越多 好 這越減越少 所以他斜率變成這樣 拉 還下來 所以開口會朝上 這開口會朝下 這一定要去分辨喔 好 我再講一次 變軍部載重 外力的載重 情形是一個直線 這個協力是為正 這個協力是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軍部載重越來越多 叫正 但是你看他所承受的 slope 越來越多 不就減力越來越少 越減越多嗎 減到 你看他本來是VLO 減了很多又變VR VR少了很多 就往下掉 那他圖形就是這個圖形 開口常下 好 那這越減越少 慢慢越減 好像要持平的趨勢 他就是這樣帶 玩過來 這簡歷圖 好 看彎具圖 好 好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 positive decreasing slope 好 他就怎樣 他是正的 正向的時候 他一樣維持這樣 你看slope等於VLO 好 那他是正向的時候 你看他就是這樣彎 跟他是一樣 好 他的彎 他的簡歷 彎具圖是看簡歷圖 好 他越減了 好 好像越來越少 好 那他就是怎樣 往上增加 反過來 你再看這一個 好 這樣的圖形的簡歷 他就會成為這樣的一個positive Discretion 是 這等於VB 一樣的道理 好不好 這兩個很接近 但是你這兩個要區別清楚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句話 好 好 政軍部載重直線下降 或隨附軍部載重直線上升 軍部載重直線下降 好 有沒有 直線下降 好 好 看到沒 好 或隨附軍部載重直線上升 懂嗎 好 反正你大概看懂 這樣的概念是告訴你說 你要判斷 我們最難判斷的是 曲線朝開口朝下 還是朝上 好這個部分你一定要稍微做一點 再去思考一下 真的不行就寫出方程式來看 好 那個做完之後你再去理解代數值 好 如果你還會數值分析 就是用Excel代數值來看 你算出來 覺得 會讓你印象深刻 將來再考上就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了 知道吧 好 記得 記得這幾個要領就好了 好 好 這個跳躍剛剛講過 正軍部直線上升 隨著副軍部下降 隨著正檢力圖上升或副檢力圖下降 所以這兩句話比較難 好 那同學稍微留意 這是 讓各位去 將來遇到比較複雜 尤其是 有上次我們有算過一題有沒有 我們有算過一題題目是 那個那個三角形的軍部載重 那個題目的彎具圖 有沒有看到那一題還記得嗎 那一題我覺得 我是個人覺得那一題真的是很經典的題目 你再去回想一下 好像是這一題 我找給各位看 好 這是返例 OK 應該是這一題 沒看到 是不是這一題 好 沒關係 我找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讓各位看 好 先休息一下 OK 好